另外的话呢我们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用就是计算那个圆的面积 那我们有input一个那个Mass的这个这个module 所以怎么样汇入 有些已经存在在韩式库 但是你要把它input不然你没办法使用 如果说呢你要去比如说引用一个这个Mass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就是π 所以如果说你不去记那个什么3.14195369的 这个圆周率你不记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直接引用Mass里面点π的这个属性 另外的话Mass里面还有一些计算三角函数 或者是说像你要平方的话 你如果不用层层的话 那你可以用Mass里面的那个 Mass里面有个点π的方法 它也可以直接就是帮你做那个几次方的运算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格式部分 因为其实在那个字串的格式里面 有预设的就是你可以用传统的方式 或者你可以用点format的这个方法 它里面呢你假设前面是给它格式 后面是给它你要的数值 它就会自动帮你格式 那点format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往后啊很多你只要输出 要让你的这个数值变成哪一种格式的话 通常都会用format这个方法 那所以这相关的资料呢 其实在云端上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另外的话还有用random 这个random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要乱数产生某一个数字的话 那你一定要会用input的方法 把那个random给引用进来 所以如果你不会引用这个random的话 你是无法产生一个乱数 那在random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random的那个一个range 你可以给它一个range 哪一个数字开始到哪一个数字的前一个数字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我们有个练习就是 假设要产生乱数产生一个半径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啦 当然random的这种练习后面我们还有个什么 剪刀、石头、布啦 比如说你今天要猜拳 那你可以利用那个剪刀、石头、布 让电脑乱数产生 比如说1到3这三个数字 那如果他出1就是剪刀、石头、布 那再跟我出的比较一下 看谁赢 那如果赢的话 那就显示赢 输赢 那当然输赢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拆10次 谁最后是胜出 当然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我想不难写 不过就是一种训练 如果你可以利用这种random的 这个模组可以产生的话 那我想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应用 像之后甚至你可以写什么 那个大乐透的那个 自动 比如说乱数产生 你也可以自动产生乐透财 或者是说后面我们有个练习 那个什么呢 自动产生那个直骰子 6颗骰子 直下去 到底它是大还是小 那如果我今天要乱数产生10个 这个地方怎么做 另外上个礼拜有提到 除了乱数之外 还配有一个那个tie的一个模组 里面的话有一个slip tie.slip 意思是说你要让那个程式 中断一下停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做出那个效果 dud dud的效果 比如说你停个一秒钟 那你可以 import time 然后呢让他slip一秒钟 那他就会在跑回圈的时候停一下 停一下有这个效果出现 其他的话还有利用那个for回圈 跟那个fire回圈 那这两个回圈呢基本上用到的几率都还蛮高的 尤其是for回圈的一般习惯性还是会先选用for回圈 所以有的时候即便fire回圈可以啦 有时候还是喜欢用for回圈 那你会发现两者其实有共通的地方 但是for回圈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第一个他可以不用指定初始值 因为初始值就是在for后面已经指定好了 第二个呢你不用累加 因为他自己会重复累加 所以如果你写fire的话这两个都要做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有把那个for回圈跟fire回圈做一样的事情 里面有什么差异 我们在那个就是云端上其实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这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就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我在第一堂课有讲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这个连结 云端白板里面那里面这些都有啦 所以每一次上课的内容都在云端上里面 那上个礼拜是回圈资料结构与制定函数这部分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上个礼拜所有的程式都在这里 那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的 你要把这个python学好 或者你想要再用到后面的东西 你前面东西如果不熟的话 后面东西基本上我想你更是困难 因为后面的引用 其实比如说汇入像图片很关心什么影像辨识 那其实影像辨识Google做了很多 而且非常的好用 很简单 举凡什么呢 你要打马赛克 像那个Google地图车牌 人脸 全部都打马赛克 那这个功能人家已经做好了 你只要引用进来 那但是你要 第一个你要怎么汇入外部的函事库 第二个他这个函事库里面有哪一些功能 你要知道他的属性跟方法 然后呢 再去放在你应该放的 他要几个参数 你给几个参数 他就给你几个结果了 OK 那他最后也许撞完之后 丢出一张你可能一张的图档啊 不过他可能有图档的限制等等 你可能还是要去稍微去读一下他的 这些相关的文件 那当后面我们有 会再延伸出去啦 那后面其实还蛮多可以用的 那我想这个也是Python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有太多的 外部的函事库可以用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把基本的东西学好 那底下有一些相关的变化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上几块做到的 那最后的话呢 像这个FOR迴圈可以做 绝组成法表 外迴圈也可以做 那格式化 所以这个回去呢 记忆一定要把每一个全部都做过一遍 而且可能不只要会啊 而且要熟练啦 因为这东西都是最基本的 那最后我们是有讲到那个 这个判断之数部分 然后还有几个啦 就是像那个几月份 还有什么猜拳啊 甚至摇骰子 另外还有猜次的大小 比如说你乱数产生1到20 请你猜一个数字 然后呢最多机会只有假设六次 你猜猜超过了 暗暴键不能猜了 甚至你可以再去写一个什么 以前玩过四个号码什么几A几B嘛 那你也可以跟电脑玩就是 如果乱一个数字的话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 那我想请各位 稍微把那个前面的回顾一下 然后呢稍微再练习一下 我们待会再把几个练习题啊 怎么乱的重点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其实不难写啦 只是说你可能要把前面的东西 稍微在综合的熟练之后 那像这个判断之数 比如说到底 比如说这边请输入一个整数好了 那你可以用input 然后当输入之后的话 它回来应该是一个自串 你要把它转成int 那再来的话 它的直数逻辑是 除了e和自己本身不能整出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个直数 所以你如何把一个叙述 变成对应的程式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一些后面的一些比较进阶的那个用法 那今天的话我想除了 我们把这个单元介绍完之后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继续再来看 有关可能是这个创列啦 字典 然后跟这个档案处理 资料库 还有字定函数 那再来跟那个VBA 因为我们这门课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VBA跟Python 所以一样的程式 假如用VBA来写 会不会比较简单呢 其实也主要是比较两者 那因为两者的特性不一样 一个强项可能在后面的扩充 还有跟其他的平台 那一个VBA是任何的电脑应该基本上都e sale 所以你任何打开就可以用 而且反而比较适用上班族啦 那我发现现在来学VBA的 甚至很多都是一些行政人员 甚至会计 还有一些什么 连电子商务的行销人员他也来学 反正只要跟data有关的 但是他又不想要去接触那种很复杂的程式 就像Python 那大概就会用VBA 所以如果两者你都会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 你跟一般的user端 我跟你讲你丢e sale给他 丢VBA给他 他会比较OK 你丢python给他 他会昏倒 因为这东西对他来说还是太遥远 所以这种两者 那其实对我来说啦 你哪一个都一样啦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 针对不同的客户群 给不同的东西啦 所以你想说老师 你干嘛学那么多程式啊 没办法 我们是要去适应别人 而不是别人来适应我 你说我就是PHP 那你说Jungle比较好 Jungle我们干嘛用Jungle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强迫他用你习惯的方式 而是你要针对他可能的processor案子没办法谈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了解 那我们后面再继续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我那个影片都有放在那个论坛里 如果你自己有需要的同学啦 你自己在家啦 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加 我影片都在上面 那其实呢我这个课程特色我跟各位讲啦 我也是有帮各位录影的 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愿意做这种事情 那其实主要是确保你们的学习品质啊 因为你学这东西啊 如果你没有把它学会 你以为你学会 实际上你很多很快忘记 上个礼拜东西我看八成就忘光了啦 如果马上来个测验喔 看应该很多人都倒了 写不出来比如说像请写一个判断之数的小程式 OK很多人天哪从哪边开始 可是逻辑很简单啊 Import嘛对不对 然后呢再跑一个回圈 不要从一开始从二开始 跑到哪里为止 跑到他自己本身为止 所以他自己所以用range不就好了 所以range就从二开始嘛 逗点后面就是他自己本身嘛 跑完之后 如果可以整除 可以整除就等于0嘛 前面person0 person 那个数字 产生的那个乱数 如果等于0就整除 整除的话就break跳出就好了 然后就说 诶不是一个直数 那如果一直跑跑跑 跑到结束为止 还没有break的话 那就是一个直数了嘛 其实说真的讲很快 但是问题你又没有办法 在叙述的过程当中 也把程式写出来 那这就功利了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这部分 休息一下 那这些其实看似 不是很困难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 最重要还是一定要动手 你的程式 我 我们还是比较强调实作派的 所以其实理论部分 当然我们可能会讲的 不是那么的多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都有发一本书 请各位回去 可以自己再翻一下 里面其实书里面 都有讲的蛮多的 但是你看完那些叙述 不见得你做得出来 因为它有些其实 城市东医领域太广泛了 一本书不可能包山包海 所以它可能只能 给你一些片段的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那个直数的判断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么